哈囉 大家好 我是Mita 我是Kai 今天這集要來幫大家評論 熱門團購美食 他是不是在網路上常常被各種團購美食給燒到 就連我們自己也會燒到 對 常常看到我們 欸 看起來超好吃的 常常跟團買一些有的沒的 但是大家是不是又好太胖 柴雷呢 那這一集呢 就是來幫大家精挑細選幾樣 熱門的團購美食 直接買回來 幫大家開箱 評論一下 到底是真的讚呢 還是說可以幫大家省一下荷包 團購美食這東西啊 他一定要 好吃是必然 第二東西是他 價錢必須要合理或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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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都只團購兩個字了 你沒到底還賣得比又沒有貴吧 但是那是要看誰開團啦 就是有一些網紅可能 他的價格會比較不錯 但是這一次呢 因為我們要開箱測品嘛 所以我的購買條件是要快速 所以我是上 各種不同的平台去購買 我到時候再把那個價格標上去 那我們就 廢話不要多說啦 現在已經餓到快受不了了 好 我們趕快開吃吧 好 好 第一個我們來吃小滋味手工水餃 這個很厲害喔 據說是台北市最好吃的水餃之一 而且它還有 小英總統御用水餃之稱 可是我聽到小英總統 我覺得他不太覺得他厲害 因為我覺得應該要老一點的總統 御用的水餃這樣聽起來會比較厲害 啊 比較老淘一點 反正呢 這一間啊 是在台北 蠻有名的一間水餃店 它是有店面的 然後但是它的水餃好吃到 就是它要出這種冷凍包裝 這個啊 聽說是 如果你是要自己去買的話 你是要派對的 然後這個的話 我是特別上那個MOMO 好像有人在代購 在MOMO上面買的啊 它是一定要買四包 三包招牌水餃 跟一包干貝水餃 他們家有名的其實是干貝水餃 然後等於說四包水餃 然後一包裡面是25顆 等於說有100顆 好 好 100顆 100顆的話是9899元 你不用按就按幾啊 一顆就是差不多9.9塊左右 10塊 那不便宜啦 我現在買的這個 它已經顯示瘦完了 好啦 水餃煮好了 我們煮了五顆原味的 跟五顆干貝的 先吃一下原味 我現在不沾任何東西 很甜 好餓 很甜 好香喔 水餃皮的味道好香 欸 很甜欸 你要吃嗎 你知道水餃的英文怎麼講嗎 Dunkling Store cream Dunkling Dunkling 好 英文這麼爛 人家教我 因為我很愛吃水餃 嗯 水餃的紀錄保持是一次喔 65 好扯喔 欸 它很好吃耶 它內餡很多汁 嗯 然後吃起來很甜喔 但是它的皮很Q 它還有特別教你要怎麼煮水餃 在那個包裝袋後面 我覺得 它的餡如果再多一點的話就滿分了 對對對 它的原味的話是豬肉高麗菜 它的豬肉完全沒有豬燒味 然後很甜 很鮮甜 剛剛我們在吃它的原味水餃的時候呢 我覺得有點像是水餃皮的香濃包 湯包的感覺 對對對 但是我為什麼會說我喜歡它的餡量再多一點 是因為 因為我覺得水餃它需要是那種紮實的感覺 你喜歡紮實感 再多一點紮實 因為它的皮很Q 這樣的話分數我覺得會更高 來吃一下這個干貝水餃 有干貝的感覺 完全不一樣的味道耶 有干貝嗎 它這個沒有豬肉那麼多汁 這樣味道完全不一樣 有干貝嗎 我覺得這樣吃起來 我覺得吃豬肉就好 然後一顆平均算起來 一顆要9.9塊 因為是豬肉跟干貝一起去平均算的話 它干貝一顆要破10塊 因為它如果干貝單買的話 一包是280塊 它的皮比原味的更Q 但是我比較喜歡原味的那種多質感 嗯 它原味裡面它還有酒黃耶 它裡面是高麗菜加酒黃跟豬肉 我在吃水餃的時候 其實我就會沾架 然後呢會拿著蒜頭 超爽 一口蒜 一口水餃 嗯 蒜頭跟那個豬肉餡就非常的搭 欸很奇怪耶 我剛剛google 他說這個綠藻皮 裡面有整顆干貝的耶 是我嘴燉嗎 嗯有啦 嗯 有看到了 嗯 看到的時候吃起來怎麼比較美味 它裡面就是有整顆的干貝 豬肉餡 酒黃高麗菜 然後跟綠藻的水餃皮 原味水餃就是鮮甜多汁 嗯 然後乾貝水餃就是奢華 然後跟吃它那個皮的QQ 一個特別的味道 好啦這家巧之味手工水餃 4.2 開始示範 你起它的干貝水餃我更喜歡原味 對原味不是喜歡的 因為原味比較多汁 嗯 然後用鮮甜 干貝的話我覺得是吃一個 有點噱頭 然後有點奢華感 再來就是這個 一斤牛肉爐 它顧名思義呢 就是有一斤的牛肉在裡面 你知道一斤等於幾公斤嗎 幾公斤 0.6 OK OK 很棒 我昨天真的沒有問題 它是來自彰化的一個婚宴飯店 叫做全國立元大飯店 是他們的主廚做的 因為賣太好了太好吃了 所以那些老超們都要求那個大廚說 你們一定要出這種冷凍包裝 對 讓我在家也可以吃得到 據說已經熱賣上萬包 其實這個買回來 我一次買了大概三包左右 有一包我已經拿來 跟我們家人一起煮火鍋用掉了 那今天我想說我來煮看看牛肉麵 OK 大家現在去煮麵 那我先來加熱一下這個一斤牛肉爐 嗚嗚嗚 超級多牛筋跑出來 嗚嗚嗚 超級多料的 煮滾了 開開 超級多料耶 600公克的實力 整鍋都是耶 一斤 它裡面就是有 牛筋 然後牛肉塊 跟半竹半肉 超級爆炸多 哇 這個牛筋看起來就超好吃的 我想要先喝喝喝看它原味的湯頭耶 我們之前煮過它的牛肉爐火鍋 然後就有套水 我想要來喝喝看它原汁原味 你喝 好喝 哇 它有那個辣油的味道 然後本身很濃很甜耶 很鮮甜耶 喔 真的好喝 欸 果然是那個 30年老師傅的秘密配方 很讚耶 這個飯店的主廚很厲害耶 我其實覺得它料給那麼多 以料理包來講 團購來講算是很佛系的 我等一下跟你講多少錢 你一定會嚇到 欸 不是這樣 燙到 你要嚇 真的很好喝 一燙到也要喝 欸 然後 我們直接把麵丟下去再煮一下一下 我們今天想來做那個牛肉麵嘛 然後我們麵呢 有些燙到大概七八分熟 想要把它丟進去再煮一下 讓它入味 因為我很喜歡喝熱湯 真的要夠好喝 夠好吃的東西 我才會甘願燙的時候也要喝看看 而且它不會過鹹 也不會過濃 它很剛好耶 而且它味道它不是那種醬油會會死鹹的味道 它真的就是 熬出來的那個肉的那個味道 肉汁的味道 肉甜 然後還有辣油 欸 我嚇到耶 因為我第一次喝它的原汁原味 很好喝耶 真的好喝 這會會讓我覺得套水有點可惜的那種 我應該套水 我先跟大家講 這一包六百克一斤牛肉爐 多少錢 單包只要 是不是很便宜 所以它官網上面是說買越多包越划算 五包的話九五折 十包八五折 最低三十包可以到七折 這樣每包只要三百七十七元 那那就是要團購啦 就是要團購啊 六塊 然後半斤半肉 我突然想到 因為我之前跟妮桃 我們有買過羊肉爐 之前在台北市 然後買一件很有名的 對 然後買半斤半肉吧 超貴 超貴 那一包七八百塊 我的羊肉比較貴 沒錯啦 但是吃不飽 我願意 花兩包 但是兩包就是要下去裡面 然後不套水的做牛肉 它的牛肉單吃有花椒味 嗯 它湯其實就有點花椒花椒的感覺 嗯 好好吃 我沒有炖很久喔 它就已經很軟了 所以很入味 真的欸 真的兩包 兩包這個一斤牛肉爐 然後不套水 加一點蛋糕 今年冬天的火鍋就靠它了 對 我覺得它半斤半肉超好吃的 我會想它不用沾任何的醬 不要 嗯 都很夠味 來囉 牛肉麵 半斤半肉牛肉麵 再加一點湯 一碗牛肉麵賣多少錢呢 第一家不是有吃炒滋味水餃 把它丟進去 有點牛肉湯餃 來 請估價 嗯 它這個紮糖麵很吸湯 嗯 太好吃了吧 嗯 很好吃 我覺得它你要吃味道最濃郁的就是不要加水 像我們這樣子 直接煮牛肉麵 然後但是如果你想要就是那種 跟很多人一起分享一起分享的話 就是可以 建議大家可以煮牛肉爐 嗯 然後你自己加一些青菜啊 然後火鍋料啊 丟下去煮 非常的方便 像我們經理天去車伯 我們就直接帶一包去 想吃什麼料就丟進去這樣子 所以它這用料是真的太實在了 實在到你會嚇到說 還賣 還沒有擺飯 這是現在的屋價嗎 哦 好爽 配上挑滋味水餃 又更美味了 哦 然後我也很推薦大家可以加 紅蘿蔔跟白蘿蔔 會再更清爽更鮮甜 但我覺得你要不要買的話 你就先吃原味就好了 我覺得你可以買三包 一包原味 一包牛肉爐 然後一包隨意 哦像它這樣子 一包啊 其實裡面滿滿的蛋白質 它的這些牛肉牛筋 全部都是蛋白質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減脂的話 像我最近又開始要減脂了 也可以吃 你就不要加澱粉 你就直接加那個蔬菜啊 或是你直接吃裡面的肉 然後配 配其他裡炒的青菜也可以 就會變成一個牛肉減脂餐盒 這個呢 因為我之後不用想吃那麼多麵 澱粉 我要去全聯買那個豆腐麵 直接變成牛肉豆腐麵 你喝得喝得太爽了喔先生 它的湯不知道為什麼 被麵條泡過之後 更好吃 更甜欸 我講一下啊 它這一鍋啊 我發現它是一個致命缺點 嗯哼 太好吃了 吃不夠 對 我們是不是太高了 欸我們真的沒有俗話欸 如果說我們要拍一拍之後 它的訂單變太多 漲價了 我們就吃不到 影片發佈前先把影片先 先存過 先存過 對 大家會想用嗎 如果大家有想用的話 底下你能跟我們說 一斤牛肉爐的分數 五關 六關 再來是綠野農裝 四大運鹹酥雞 據說 它這一款啊 有鹹酥雞天花板之稱 今年四月開始 在全年開買 據說是 它之前在四大運使用的時候 就炸給大家吃嘛 然後那些國際選手 都是搶班天的那種 難怪類似四大運 春雞台灣都那麼好 因為它照樣給別人吃炸的 然後自己的選手就吃剩菜 哈哈哈哈 好啦我們的鹹酥雞 氣炸好了 呃我剛剛覺得有點不太妙 炸太久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點炸太久 看起來不知道怎麼有點乾 如何 好吃嗎 還可以 我覺得它的賣相還不錯 它炸起來很驚恐 用油炸的應該會比較對 油炸的應該會比較juicy 對但是 那個粉皮的那個組成是 我了解它受歡迎的原因 外國人在台灣 沒有吃過鹹酥雞 會被這個東西嚇到 它的這個啊其實 氣炸的非常的酥脆耶 嗯 我覺得是它鍋分鍋的好 嗯 它有一點微辣耶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家裡 氣炸鍋的那個火力 強度不太強 我是按照它上面的 只是說180度16分鐘 但我覺得 可以短一點 而且我很喜歡它那個皮耶 就是它的皮好吃 嗯 它其實厲害的地方 不是說它雞肉本身的味道 醃漬的味道而已 嗯 而是它的 它的薄粉的那個皮啊 你吃起來會不會粗 嗯 我覺得它的那個味道 跟口感是會讓人很帥脆的 它的皮有一點點那個 美式炸雞的那個感覺 它這是雞熊肉 然後去皮五骨 這種東西就簡單方便啊 嗯 不要那麼高剛啊 那這個鹹酥雞呢 我是在全聯買的 然後800克的話 是259元 我覺得還可以啦 還可以啊 嗯 不會但很貴 它的炸皮是很特殊 我覺得蠻值得吃吃看的 然後如果想要吃多汁 Juicy一點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嘗試 呃 氣炸不要那麼久 或者是用油炸的 應該會是最好吃的 好 我們又再炸了一次 炸得不那麼久 結果 很Juicy耶 這一款可以買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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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這個 泡 我們的甜點時間 他們家就是有賣肉桂捲 然後也有賣這種捲捲麵包 然後還有他們家很有名的人 是可麗露 然後我這次還買了一個新的 我沒吃過 是北海道乳酪蛋糕系列 聽說欸 他們家的這個也很好吃 受不了了 對 受不了了 趕快開吃 那這兩個捲捲呢 我已經拿去加熱了 我是用烤箱加熱 180度烤5分鐘 然後這個啊 我買的是香蒜口味 跟它的 濃濃花生海鹽捲捲口味 它就是 海鹽花生啦 不喜歡 你不曉得名字很複雜 太複雜了 好 我們先來吃這兩個東西 我買的這一盒是綜合口味 它裡面有原味 可可烏龍伯爵跟泰奶 這個是原味 可麗露 大家有吃過嗎 嗯 它就好像都是 黑糖加巧克力 麵包的感覺 嗯 可麗露啊 你要吃的是 它的那個外皮很脆 嗯 然後從這邊QQ的 嗯 很好吃欸 嗯 你看焦糖固定 嗯 對 因為它外面是很脆脆的 然後還有那種焦糖感 給大家看它的內切 是非常的扎實 然後Q彈的 好不好吃 還行 嗯 我現在以可麗露來說它很優秀 它的可麗露重盒口味 6度一盒是480元 可麗露是很貴的行不行 我不行 80塊我可以買兩隻冰棒 太貴了我不吃了 統一布丁 一顆20塊 15塊的 可以吃到3顆欸 把它統一布丁 冰到輪動褲裡面 超好吃喔 而且那種不懂的品味的人 可以吃3次喔 可以吃3次欸 沒有我們別在溝通了 來 大家喜歡吃可麗露的人 這家可麗露真的要買起來 它的茶口味很好吃 之前有吃過它的伯爵 我覺得也很好吃 這個是我第一次吃它的北海道路 露蛋糕 然後這盒裡面有4顆 也是不同的口味 3個口味 可可 那種吃經典原味 喔 因為這個是我剛剛從那個冷凍庫拿出來的 從冷凍庫拿出來 常溫回退 大概5到10分鐘是最佳的口感 味道很輕盈 它的可可是帶一點酸的欸 可能因為它有加乳酪 所以整體吃起來會帶一點那種乳酪酸 不會到很甜啊 嗯不會很甜 但我覺得它乳酪的那個那個味道 起司的味道 沒有那麼出來 它有點像是那種冰心月餅口感 中間也有一點點冰淇淋感 這個就真的冰淇淋感 原味怎麼樣 它乳酪味道沒有很重 就是喜歡吃起司蛋糕的人 如果要吃這個 吃過的話 沒錯 黑海道乳酪系列 完了你一定不能接受 350元 好啦我們的捲捲已經烤好了 一個是花生海的口味 一個是香蒜的口味 你要吃哪一個 我要吃香蒜 很香 很蒜 嗯 雞很酥 嗯 還不錯 嗯哼 蒜頭味一直撲過來 我沒有吃過它的花生海鹽 吃吃看 我很甜 它就做得像肉桂捲一樣 一捲一捲 我覺得很好吃 外層很酥 就是烤過之後變得很酥脆 然後中間很吃潤很Q軟 花生海鹽的話 我吃不出來它的海鹽味 吃起來就是花生 兩個比較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香蒜 4.2 3分 我大推它的可麗露 跟它的蒜蒜捲 好啦 我們這次吃完了 好多個熱門的團購美食 其實我覺得幾乎都蠻好吃的 我覺得就是看大家 能不能接受那個價格的問題而已 那我們一樣來選一下 我們這次最喜歡的是哪一家 好 我覺得應該 沒有選點 來喔 1 2 3 牛肉 沒錯 就是那一斤牛肉爐 我覺得它的美味度跟價格來說 都是蠻分的 色香味俱全 加價格也OK 而且它的食材變化度很高 你可以單純煮牛肉麵 你可以煮牛肉餃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變化成 牛肉爐火鍋 或者是你要加什麼 麵線啊 冬粉啊 泡麵都可以 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我們這樣開箱熱門的團購美食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說 或者是你們想要看我們開箱什麼 如果你想要買什麼 怕採雷的話 可以由我們來幫你採看看 因為我們今天這樣吃完 然後我們是蠻想要去跟 一斤牛肉爐來採看看團購的 然後我們有在經營 就是我們LINE的社群 然後如果說呢 看完影片之後 有想要來團購 或是想跟我們多一點互動的話 可以來加入我們的LINE社群 如果真的有開團的話 會第一時間讓他們知道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到今天 點贊的要分享喔 那最後我們的IG跟Facebook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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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